三年多前在新店捷运壁坛 站有一只小黑狗 当时因为好心的计程车司机 替上穿上了这个警察两个字的衣服保暖 一时间声名大噪 还被网友称为捷运守卫兵 不过常常进出的乘客可能有发现 就半年来已经没有看到小黑了 原来小黑他飞到美国去了 他已经有爸爸妈妈照顾他 成为了幸福的家犬 记者李易如交铁生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你过来 小黑 他脚不大好 走起路来 一拐一拐 警觉性高的天性 更是不喜欢陌生人靠近 他讲他听台语啊 亲切口音瞬间拉近距离 小黑来自台湾 仔细说起来 他的老家在新店捷运壁坛站 原本是只可怜流浪狗 但是遇到好心计程车司机照顾 穿上写着警察两个字的上衣 一度变成名声响亮的捷运守卫小兵 只是还是流浪街头 捷运站楼上的住户决定任养他 今天是在讲啊 说我们都有机会去美国 小黑居然可以到美国 长期住在洛杉矶的水西迷 也就是小黑的家人 一张单程机票 把他从台湾街头接到美国 扭转小黑的一生 很多人来讲宠物就跟一个名牌包一样 有季节性的 现在不流行了 我就不要他了 所以满街都是流浪狗 当初那些好心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黑 他现在可是变胖了些 还交了男朋友 我们过得很好 对不对 流浪狗大翻身 小黑可是从此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 以上中视新闻礼物交铁舍来自洛杉矶的采缝报道